註解的位置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這邊1,做什麼 第二個,在2,做什麼 3,位置特別注意 習慣就是在註解的下面,這邊做宣告 在這邊做連結,這邊做建立事件 所以宣告物件,連結元件 還有建立事件 所以有3件 3件事情 反正結尾都是件 基本上都不會變,因為我習慣 反正就是把它標準化 那物件需要哪一些 你要試試看說,畫面上有哪一些 你要的1,2,3,4,5,6,7 所以第一個,聽說宣告 宣告什麼,名稱特別注意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些名稱 這個叫什麼 ad text 這叫bottom 上面都有的 所以你在宣告的時候呢 要宣告成哪一種vg 你這邊可以 直接參考 ad text ok,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畫面的刺放大一點 不然的話,看起來會太小 在哪裡設定還記得吧 在這裡 我把它設定大概14號字 不然這邊看起來太辛苦 14 確定 確定 ok 那這邊的話呢 請你做什麼 匯入這個 因為它預設不會input input裡面沒有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以 直接把input進來 那或者真這個啊 把所有vg 通通input進來 你可以加個start 之後就完全不用做input的動作 下來了的話 button 宣告 宣告的話哪一個啊 比後面的話 其實可以串在一起 總共有六個 所以這邊可以 宣告有六個button 那我習慣是這樣喔 物件名稱的話 我給它大型開動 那原件名稱的話 我給它小型 這樣的話 做個區別 再來的話呢 做連結 這總共七個 那連結怎麼連結 先連結這一個 那我習慣是這樣 把它上面拖拉下來複製一個 然後再拖拉這邊 做一個瓜 這樣就可以了 強迫轉型為這一個 它連結了